女子低头弯腰进到店家 说得自己脚快断了 却还能跨过高高门槛要讨钱 有需求为何不求助警方 就怕遇上诈骗选择报警 听到警察就确步 现今确定是得不到手了 还是得继续装 演得很厉害 一拨一拨跨过门槛 骑车沿路要继续借 不过老板早就惊绝不对劲 她的脸又很脏红 然后又有喝酒 又说进来要跟我们借钱 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她应该是骗人 可怜的人不会是这样子的状态 事发者在屏东恒春一家早餐店 这位血栓姐成为当地焦点人物 所讨当下都穿着铜件衣服 很难不被关注 沿路每家店都成她的目标 也有同情的店家遭受骗 不少店家都差点遇害 要跟你们要多少钱 五百块 她说她出车祸 我说那我帮你报警 她却是要不到要跪下 她已经要跪下来了 血栓姐超会装 这下装病装不成 反成了当地风云人物 钱终究是得不到手 记者屏东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